高雄市長候選人電視辯論 直球對決 雙方言辭交鋒 我是選高雄市市長 我不是選公務員 這個漁業局局長 金發局局長迅速可以調出來 我不會問陳其邁委員 高雄有多少個消防栓一樣 問這些問題是沒有意義的 話封一轉 韓國瑜提出 讓高雄市人口達到500萬 最被對手陣營 惡意扭曲 居然有人扭曲我的講話 說韓國瑜當市長 開始算 十年之後 一年高雄要生多少人 根本就是個天文數字 好像我一當了高雄市市長以後 整個高雄市的男人 為了我每天拜託他們生孩子 每一個人都腎臟要虧掉的樣子 可能嗎 你們又怎麼會 這樣子扭曲我的講話 更惡劣的 韓國瑜當了高雄市長 就要開始引進 中國共產黨進到高雄 所以人口才有500萬 怎麼這些人抹黑水準 從來不提升的 不只人口數 怎麼讓高雄賺大錢 韓國瑜說 總不能像生日蛋糕許願 我對外整個高雄市 如果當高雄市長對外的觀光 我是沒有圍牆的 你倒過來說 我用政治 要前提 倒過來扣我的帽子 我完全不接受 我甚至說 為了賣高雄的農產品 魚產品 我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北韓的金正恩 要吃燕朝的芭樂 我們都要賣 這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就代表未來高雄市面向 國際跟海洋的時候 是不能有任何圍牆在 我的心中沒有圍牆 全部都是道路 我沒有敵人 整個高雄面向國際 全部都是好朋友 可是你有圍牆 你有走不過的地方 請問你要怎麼樣 開發觀光客到高雄 我韓國瑜當高雄市長 我就絕對有把握 東西賣得出去 人進得來 高雄會發大財 因為我心中充滿了愛 充滿了陽光 充滿了道路 要帶領高雄人口經濟成長 充施人民對政黨政府信心 韓國瑜發下重視 當我就任的第一天 我會宣誓 我為了重建 高雄人民對高雄市政府的信心 我當高雄市市長的第一天 我就會宣誓 如果當上高雄市市長 如果我貪污 我將放棄假釋 在牢裡 把我關到死 發出重視 就是向高雄市民做出承諾 期待未來新的高雄市府 聯能會做事 記者黃天堯 哨子樣跳得懂 我們將會宣誓 照成長的新的新的新都市場 我會將會寫